行政象官候選人李家超首次落區探訪 他說大部分政綱已經承認 目標今個星期內完成 他認為房屋問題是解決本港多類問題的關鍵 政綱會有提及 當選之後也會著力加快土地供應 以及建屋留情 李家超宣布參選特首後首次落區 選擇到油麻地窩打路道一棟大廈 探訪兩湖基層 分別是住在150呎單位的單親媽媽 我都很關心你們住屋的情況 我覺得住屋的改善整體都好 整個社會 和40呎板間房的婆婆 如果需要有任何支援的地區 很多支援的政府 我們都有不同的福利 是我們照顧市民的 逗留大約45分鐘 謝謝… 之後轉到新家園協會 和多名新來港和少數族裔人士代表交流 李家超探訪之後說 房屋問題是解決本港貧窮等多類問題的重要鎖匙 已經累積多年不會低管難度 我亦都問過 譬如公屋的情況 他們如果可以早搬進去 就算其他配套未必有 他們的想法是怎樣 他們都給了一些正面的想法給我 土地供應那方面 有很多程序 有很多統籌的工作 可以令到一些重複的程序 或者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融合 是更加有效 在建造方面 亦都是在不同的環節 如果經過一個有效的統籌 或者是想一些方法將那些程序壓縮 亦都很可能將整個樓房的建築 都會加快 我在心目中都有一些想法 在我政綱方面可能都會有提及 參選孫言強調以結果為目標 能不能夠做到三年上樓 甚至告別劏房 我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 我希望我向市民所說的 我都會做到的 所以我不是純粹說口號 我是真真希望有成果 以成果為目標向市民交代 宣佈參選至今兩個多星期 李家超透露大部分政綱已經承認 目標在這個星期內完成 政綱當然會是一個很清晰的方法 告訴大家 我將會在施政某幾個方面 會怎樣做 但也很想說得清楚 政綱始終是有蝙蝠限制的 政綱是一個方向性的 一個綱領來的 李家超說 完成贊捨政綱之後 希望有更多時間到社區 接觸不同的人士 無線電視記者 周美音報道 星度日報社論 中國和南太平洋 所羅門群島剛剛簽署安全協議 美國白宮就派高層 前往所羅門群島 企圖阻撓協議生效 並警告所國 如果有關協議 威脅美國或者盟友利益 美國會錯取行動 中國外交能夠不斷發展 背後因為和他國秉持互衛互利戰略 而美國指逃施壓 驅使別國跟從反華 反而助長好像所羅門群島一樣 對西方的離心 信報社評 英國首相約翰遜是不是應該下台 近日是英國持續爭論的熱門話題 這波政治壓力源於約翰遜收到警方告票 控罪是他在前年 抗疫封城期間參加喝酒派對 違反限聚令 如果要頒到手上 目前有三大指標值得留意 其一是約翰遜會不會被裁定誤讀國會 其二是保守黨內 會不會有足夠人數發起逼供行動 其三是即將在5月5日舉行的地方選舉 會不會令到保守黨面對選民懲罰 大公報社評 美股上星期出現黑色星期五 三大指數急錯近3% 主要是市場憂慮 聯儲局重手加息壓通脹 目前全球正是進入三高一低時期 即是高債務、高通脹、高利率和低增長 當心未來飛出更多金融黑天鵝 投資者要做好風險管理 明報社評 香港昨天錄到400多宗感染個案 是第五波疫情高峰期回落後最少的一天 豪消息 冒異又會引起加速放寬各種限制的討論 甚至懷疑是不是應該繼續執行動態清零的防疫方針 其實動態清零方針和放寬限制措施並非必然的矛盾 關鍵是盡早檢測出已經感染個案的機制是否有效 做到早發言、早截斷傳播鏈 才是進一步放寬限制以及通關的必要條件 經濟日報社評 第五波新冠疫情重挫各行各業 根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估計 失業率回落需時 社會越早可以安全設限 復甦將會能夠稍微加快 但解禁不應該只是依靠數學模型 當局應該推出血液抗体測試 嘗試找出金波實際染疫人數 更加透徹了解防線強弱 文匯報社評 本港疫情逐步回穩 但和內地免檢疫通關未有時間表 據住內地的香港人面臨不少生活上的製走 其中一項是腹疹難、撲藥難的問題 特區政府有必要和廣東商討應急解決辦法 例如開通專用通道、善用工聯會等渠道送藥 微補港澳約系統局限、用好用足國家港澳約系統政策 提升港人在大灣區的醫療服務和生活便利 葵聰貨櫃碼頭附近露天停車場有貨車著火 五輛貨車燒毀、沒有人受傷 現場消息說起貨原因有可疑 警方正在調查中 貨車著火 火勢猛連不斷有爆炸聲傳出 消防出動兩隊醫務隊兩條喉灌救 警方凌晨三點多接報 說貨櫃碼頭、一號貨櫃碼頭 對開露天停車場有貨車著火 消防大約45分鐘將火救息 正在調查起貨原因 東方日報報道 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在網址說 第五波疫情的個案比以往嚴重 需要防範反彈 甚至在波疫情的爆發 當局已經吸取經驗由多方面準備 包括調配資源照顧染疫小朋友 除了預留指定診所、診證名額 和兒科病床給染疫的小朋友之外 有照顧兒科病人經驗價幾百個護士 也可以隨時調派 當局因應社會訴求 更新家長陪同確診年幼兒子女的政策 明報報道 醫管局2月15日開始 開始醫療查詢支援熱線 給染疫的人查詢醫療資訊 和感染控制建議 去到上個星期三 已經處理超過6萬7千宗個案 熱線有護士、職業治療師、護士學校 和其他醫療學系的師生接聽 有醫護和學生說 染疫市民最擔心的不僅是自己 例如有爸爸 是怕傳染被戰中學文憑士的兒子 也有懷孕27週的確診孕婦 擔憂腹中的嬰兒染疫 求助電話不斷 市民未必只有一個訴求 接聽電話的義工認為 最重要的是隔著電話細聽 並提供最需要的資訊 各位早晨 一起看看外面的交通情況 先看看九龍過香港 公主到南行線近愛民宣 這個位置經洪水系交通繁忙要15分鐘 移經西水系交通正常要10分鐘 家事居到東行線近香港理工大學 這個位置經洪水系交通繁忙要15分鐘 而經東隧系交通正常要13分鐘 我們轉看看新界方面 大老山隧道公路近石門 大家留意 普遍都是交通繁忙的 出九龍東、九龍中和九龍西 分別要9和16分鐘 佛汝 3 4 6 9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